我們在金門的這個飲水 那現在通水現在完成了 恭喜金門 未來這個缺水的 這個狀況是完全沒有了 不過因為中國對台灣太不優先了 那麼中央政府就希望說 金門那個通水的儀式 那個典禮就不要了 想不到金門呢 不但這個沒有不做 而且還擴大 那為什麼要跟中央唱緩調 有沒有跟中國這個姚鄉唱合 今天我們要來討論 台灣最大的問題 當然應該是認同的問題 那所以呢 有人在擔心 有人在擔心 金門已經克里米亞化了 烏克蘭有個克里米亞半島 後來也因為認同的問題 結果就被這個俄國併吞了 烏克蘭也拿不回來 那麼所以啊 毛澤東才有一個叫做 交鎖政策 也就是說 金門滿足跟巴克里 台灣就跑不掉了 那只是政治上意識形態 顯然金門的主政者 他有不同的想法 他是希望配合中國的要求 因為能夠擴大辦理 這是百分之百 中國方面的要求 希望能夠凸顯 能夠借用這一次的機會 讓劉潔一來做一次 武戰的一個宣揚也好 一次講話也好 這個對於台灣來講 這當然就凸顯了 我們內部的矛盾 對中國來講 這個時機當然可撐 所以這個當然是我們台灣內部的 一個很大的問題 金馬兩個地方 大概都屬於偏向中國的人來執政 所以會形成這種樣板 這個是很容易想像的 只是蔡英文講 中國越來越過分 這個其實越來越超過 這個其實是一個對的話 因為中國已經 現在不是陰謀 它是陽謀 它不斷地 公開地 用各種方式來挑戰 台灣的中央政府 它包括分化地方政府 跟中央政府 它也是其中的一環 這一個飲水計劃 總工程費是13.5億 中央出85% 金門只要出15% 因為為了照顧金門的用水 這個中央當然就是台灣全景納稅人 所繳的稅金 出了85% 13.5億 這是我們台灣這部分 然後回過頭來看 中國他們在去 他們是在去2015年 簽約 前年簽約的 簽約的時候簽好一度是9.86元 是河水喔 一噸還是一度 一度就是一噸 這度就是一噸 一噸 9.86元 9.86元 是河水 不是自來水喔 所以我們回來還要再建華 對 就沒有處理過的原水 直接從浸江把水流過來 那我們自來 我用幾個底價 我們自來水公司 如果跟水利署的水庫買原水 就是河水的話 一度是0.9 對 它是我們的 這麼貴 它是我們的11倍 我們的新年貨 我的天啊 你說我們河水賣多少 10 我們的河水是0.9塊一度 它是9.86元 對 11倍 我除過了 然後我們處理好的自來水 來到我們家裡 自來水流出來的一度是0.9 它是9.86元 不是11倍 是處理好的 你看我們處理好的是9.2元 對 它沒有處理的9.86元 意思是 中國賣的水 比我們水龍頭處理好的自來水 還要貴 而且我們台灣的物價 應該比那邊高一點吧 然後我在比 那我們自己這邊 台灣跟中國講不清楚 這樣哪有照顧啊 對 我在講 用別的地方來比照 新加坡也要買水 對 新加坡跟馬來西亞買水 新加坡跟馬來西亞買水 一噸是0.08塊台幣 原水 河水 對 馬來西亞說是多錢的 那河水就流過去而已 所以0.08塊一噸 沒有到一天 中國賣給我們金門的原水 9.86元 是125倍 所以基本上 我也不會講中國過分 再商言商 你要買我就賣你這個價錢 對 所以你是在做生意 你賣的是馬來西亞 給新加坡 不同文 不同種 不同國的 125倍 你現在跟我說 我在照顧你金門人 金門這一個整個工程 反而是中央地方沒有分 沒有分別心 你地方自己籌15% 中央補貼85% 把它做完整 工程的時間 涵蓋到馬政府跟蔡政府的期間 也沒有阻撓 也沒有停止 讓它通水 所以造通也沒有問題 現在單純這個儀式的判斷 要做大或做小 當然大家都有各自的認識判斷 也不是不讓你做 或者延期 他說延期 就中間把你打到那時候 你還撈到那裡 當然有人會看不過去 有人認為說應該去那邊講 我都覺得那是一個判斷問題 但是任何的判斷問題 都只在判斷典禮 通水並沒有影響 所以整個這樣看起來 如果劉傑義還要再講說 這個叫照顧金門人的話 那你一度比照馬來西亞 跟新加坡0.08人 你今天是9.86 泉州河水一噸的價格 這哪個叫做法 那真的每一個人 我去Saven買東西 都要跟那個店員鞠躬 你幫我照顧 那那時候是怎麼有 我不是說那些人 新加坡跟新加坡 我來市場買得多少 當時他們金門 是現在我去簽約 怎麼簽這麼價錢的 那個背景我沒有 我不講 我也不質疑這個價格 我只是說 這個價格在商延商 可以講 但是你不要用照顧兩個字 我們買那麼 世界整個 我逼到逼到 去買河水原水的價格 9.86好像是現在 我至少目前我查到資料 是全世界最貴的 晚間10點 敬請鎖定 正知道了